每年的8月14跟15这两天对日本人来说意义格外不同 因为在1945年的14号那天 日皇经过两次御前会议 明确地告诉他的将领 他准备无条件地投降 而14号那天也有少州外的军人 企图发动政变 夺取皇宫 阻止日皇对日本的民众进行投降的广播 不过就在15号那天中午 日皇还是透过广播向全世界昭告日本宣布投降 当然在日本人自己的口中 这叫做终战 从此之后在每年这两天当中 日本的首相跟天皇都会做出重要的宣誓跟动作 当然事隔70年之后 日皇已经由他的儿子继承了皇位 而且权力已经完全没有 不过首相却是有一位对于建军跟重建国防 最不遗余力的安倍在继任 因此在70年之后 安倍说了什么 日皇做了什么 日本的国民怎么看待终战70年 这个日子 他们对整个的事情进行了反省 甚至抱歉吗 全世界都秉析以待 这两天如今已经过去了 我们看看他们说了什么 国际的反应如何 以及日本国民在这上半年 他们又做了什么 走过黄炎曼草 东京皇军内第三座避难隧道 首次曝光 70年前这里是昭和天皇的防空洞 大蒙腐蚀 天花板地板也早已残破不堪 距离昭和的住处约100公尺 位于地底下25公尺 占地631平方公尺的防空洞 是当年日本宣布投降的一级密室 播放室旁的这间会议室 曾是昭和天皇下战术的地方 70年前日本在这里发动战争 如今这座135公尺长的防空隧道 把刀摧毁 但日本挑起恶战的悲剧 70年后该如何对国际社会 作为交代 延续每10年的日向谈话传统 这次安倍刻意选在中战日前一天 8月14号台北时间下午5点钟 发表中战70年谈话 而最重要的两个字 虽说延续过去前两次日向对战败的立场 但安倍姿态高 回避了直接举功道歉 经表达日本抱持道歉的立场 安倍自己就是第一位战后出身的日向 或许因为如此 他没把正式道歉 这话说出口 事隔一天 东京武道馆里几近7000多人 参加日本全国中战70年追悼会 而名人天皇和美智子皇后 一如往常出席哀悼会 不同的事 登记二十六年 今年天皇中战日谈话 名人天皇第一次公开说出反省 仍然为了纪念终战70年 日本可是卯足了劲 精心策划 木刀 八天前八月六号援报之日 广岛扩大举办 超过5.5万人参加 包括100多国使节 成为史上最多国参加的道明会 且追悼从早到晚 没中断 和平公园旁六万川河的夜晚 释放千只纸灯和纸鹤 哀悼死者 就在援报之日三天后 防卫省又公布一处战时秘境 地点位在东京闹区 新宿 走过一处不起眼的步道后 在这柱石灯底下 连接的是二战时 日本陆军地下防空洞的通风口 74年前打造专为二战设计的陆军 大本营防空洞占地1200平方公尺 几乎比昭和防空洞大两倍 50公尺的隧道旁 正是当年陆军指挥官 八号司令的办公室 选择在废弃后攻诸于世 目的是提醒战争的惨痛 就连日本媒体也跟着响应 纷纷推出七十年中正纪念片 日本电视台特别企划的电视剧 邀请资深女星松岛蔡蔡子 饰演一名女军户 这部只有两集的短篇日剧 以二战为背景 说的是松岛蔡蔡子的军户团 在中国战区救死扶伤的故事 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是人的命运不分别的医生 剧中医描述日军侵华的历史 在中国大陆广受好评 剧情细腻刻画 演员严格挑选 演出纪念片的都是日本一线演员 自然 失敬了 人气男星阿布宽的NHK短篇日剧 改编字真人真事 以广岛电车为主轴 描述70年前广岛电车 在圆报顾三天 副始的立志故事 广岛电车行进的圆报圆顶 现在已是广岛的城市标志 而61年前改建的和平纪念公园 如今每年约130万人祭拜 接二连三的中战纪念活动 这两周来到最高潮 日本借由各式仪式及电视剧 让子民莫忘过往 毕竟已成历史 其盼如公园上高飞的鸽子 把70年前的战争记忆 一并带走抹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